昨天九位出现在公众视线的李连杰现身北京 与现场观众一起互动太极 大家将身着宽松飘逸的太极服装 认真学习和体验太极经典动作 我也身兼着中国武术的协会的大使和世界武术的协会大使 中国的符号传播我是有很多的想法 熊猫都可以传播中国功夫 为什么我们不能想出更多的方法 你在今年会看到很多更大力度的实施的计划 不过面对观众的热情 李连杰表现得十分理性 他选择尊重自己重新出发 别人的希望我觉得非常感恩 但是我自己一定要按人生的步骤 去蹚出一帖路来 搭建一些平台来 或者为年轻的人创造更好的明天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我目前主要的工作 当然喜欢李连杰的影迷不用失望 这部今年暑假在3D电影《风神榜》中 这部年轻人的电影《风神榜》中 这部年轻人的电影《风神榜》中 这部年轻人的电影《风神榜》中